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 对于猫科动物我们都知道它们身受敏捷,一般情况下都是动物中的王者,就算一只小小猫咪也能在众多动物中横行武器,而像狮子老虎这样的更是连人类都不敢去招惹。 不过毕竟是猫科动物,它们和猫咪一样有着共同弱点,那就是不能闻猫薄荷。 在动物园中,这天桑园一时兴起给动物园的雄狮闻了一下猫薄荷,虽然知道猫咪对这玩意儿没有一点抵抗力,它们闻上一口就会产生幻觉。 可狮子这样的大型动物应该不会像猫咪那样吧,于是随手丢了一点给它,因为好奇知道熊狮跑了过来。 而后它像猫咪一样被猫薄荷的气味深深吸引,在地上不停地秀,还不时咬上圆口,不到十分钟时间。 当饲养员再次来查看时,眼前的一幕让它傻眼了,此时这只高高大大的熊狮已经完全变了模样,对着栅栏不停的铁,口水更直流了一地,仿佛已经完全进入一种幻境中。 而后更是像猫咪一样四脚朝天躺在地上撒娇, 这和平时的模样真得相差太多,看来以后遇到猫咳痛物,随身携带一点猫薄荷非常有必要啊。 这次再见什么想说的呢,欢迎留言评论。